MIT台灣制 這裡是宜蘭最南方的鄉鎮 三面貝山 一面向海的封閉型衝擊地帶 即使無沙進入蘭陽七八十年之後 這裡仍然是清朝政府無法管轄的地方 妙的是1868年 竟然有個英國人 帶領平埔族原住民在這屯墾 修煮了一座小小城池 如今大片的辣椒田 和新開發的辣椒加工製品 讓人們行走蘇花公路的中途 會停在這個過去打個瞌睡 就會錯過的地方 事實上 乾淨原始的自然環境 和原住民的傳統文化 都是南澳迷人的特色 當地的有事之事 封吸護魚 讓溪流裡珍貴的毛蟹 顧魚 在人們的守護之下 快樂悠遊 泰雅族傳統的手工藝品 則在學校的課程裡 教學 傳承 展現永續發展的生命能量 一百多年前 那個英國人會選擇在這裡 建築他的小小王國 不是沒有道理 就是個自然環境 和人情風土 都自成一格的小小鄉鎮 熱情的辣椒 溫暖的野西原湯 還有認真經營自己家園的原住民 在在都讓這裡 散發著迷人的光彩 都來自生粉 加油 所以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現在的星際 我們的擁有 黃瓦的 走 告訴你 好 我 哎呀 毛利 毛利 火 部分 管理 到啦 這是第一次做漢馬H2 因為我們要來辣椒園 所以要保護我們 看樣這個辣椒應該很辣喔 這邊就是辣椒田了 已經開始在採了 這邊也有採蠻多的 這是今天早上採的 這可以摸嗎 不會一摸就很辣嗎 不會不會 那個表皮沒有剝掉不會辣 這個就是我們 其實這個一看就知道這是辣椒 可是辣椒有沒有分什麼不同 譬如說吃麻辣鍋 所以有大辣中辣小辣 辣椒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這個是專門做剝皮辣椒的品種 這專門做剝皮辣椒品種 基本上它的果肉厚度要超過2.5 0.25公分 這厚度要超過0.25公分 對對對 因為我們還要再加工 要把皮剝掉 那到時候如果太薄的話 那個品種沒有辦法吃 吃起來就沒有口感 像這個會很辣嗎 這個中辣 中辣 蠻嗆的 那像這種呢 像這個都已經 這個紅色的 因為有時候很多 很多採的時候沒有辦法說 一次全部把這個 可以做薄皮辣椒採起 所以有時候會採到這個紅的 紅的我們回去就把它打掉 刪除掉 刪除掉這個沒有辦法做薄皮辣椒 我不太懂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吃辣椒 有的時候全是紅的 那紅的好像也很辣啊 為什麼那個就不能用 薄皮辣椒的加工 它是需要經過油炸 高溫處理 那這個過程當中 它會產生很多變化 紅的辣椒 你加工起來 它變衰 加工的 加工以後就會不一樣 所以紅的反而不能用 這是辣椒是嗎 有開花耶 有它一起一起不斷開花 它的花是小小白白的一顆 還蠻可愛的 這個是迷你型的辣椒 這個怎麼好像營養不良的感覺 長那麼小一個 可是第二次開花生了 第二次開花生 對對對 可是我們第一次都還沒有完全 第一次是這個大的 對 第一次是大的 都還沒採完 第二次就會出來 第一次快要採的時候 第二次就會出來 第二次快要採的時候 第三次就會出來 等一下 等於說 辣椒是一年 它可以採三次 一顆辣椒可以採三次 三次我們在做薄皮辣椒來講 那如果你自然的話 有強壯的話 它當然可以採五六次都可以 可是用來做 譬如說薄皮辣椒 我們要拿來做的話 只能採三次就已經 第三次是已經很勉強 因為你如果只有採一次 它的人工成本會太高 對 它種了這個 種一年只採一次 對對對 那它種一年能採兩次到三次 那如果採五次不是更好嗎 對 但是往往 第三次以後 那個辣椒的那個肉 很薄 經過處理以後 根本就像紙張 吃起來沒有口感 所以說三次已經挺勉強 對 已經很勉強 我現在在這個辣椒園 我才發現 像那邊啊 或者我們周圍啊 是比較 青綠色耶 這邊是比較深綠的感覺 那那邊也是種辣椒嗎 對 有的不是要輪坐的關係 那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後面這邊 其實它不是在 它不是在種東西是嗎 其實這是休息輪坐 上一起辣椒 然後再來 它種一些輪坐的植物啊 像太陽馬 這是太陽馬 這是太陽馬 它輪坐是為了讓這個 土地休息 土地休息 然後把這個土質再次改掉 早期我們台灣人很勤勞 那這個土地的這個耕作觀念 就變成說 等於沒有讓它休息 那土地也很小 那是一直在做 做相當的東西 那種植的東西 也不見得是會很漂亮 那後來慢慢慢慢 大家有這種觀念 現在大家都會做土地的運作 像卡米瓜種完了 它可能修根 種一些這個利肥 那像辣椒種完了 這區我們下次就不種辣椒 我們就又用一些不同的利肥 來做一個土質的改良 所以說是台灣人以前勤奮 可是現在是變得比較聰明 聰明 所以就要靠經驗的累積 還有他們當下的智慧 可以 辣椒是茄科辣椒屬一年生或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原產地是南美洲的秘魯 在墨西哥巡化成栽培種之後 15世紀由哥倫布帶入歐洲 迅速征服世界各地人們的味蕾 同時也培育出7000多個不同的品種 這種長辣椒肉質厚特別適合做剝皮辣椒 台灣的農業技術舉世之名 不但把外來品植物種得嚇嚇叫 還能夠發揮創意 結合不同的蔬果植物 創造新辣椒吃法 那台灣現在普遍用到苦茶油嗎 還是說這是以前的 以前的傳統那本身是一個 滿貴的一種油品 那可是以前的話 苦茶油是拿來做什麼的你知道嗎 對 這是煎味 對 這是你作業的 像麻油機用苦茶油這樣 對 苦茶油機 那苦茶油 像我們跟那個 剝皮辣椒做結合的苦茶油 是來自於苦茶籽對不對 是 炸出來的 那這邊有看到一點點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啦 剛生出來 那現在這個尺寸 剛生長 最大會到多大了 直徑差不多3公分到3.5公分 3公分到3公分 那還蠻大的 蠻大的 像一個梅子一樣 對 但它裡面是幾個籽結在一起 不是一個 裡面是三個四個這樣 所以這一片苦茶園 也就是跟剝皮辣椒是要做配合的 對對對 可是這樣採集會一樣嗎 因為剝皮辣椒 現在我們就要收拆 苦茶油是你採血 它可以一年去放 你什麼時候要用的時候 再去炸油 等於說 對 採好以後 炸好油擺在那邊 然後 剝皮辣椒什麼時候準備好 就跟它一起 一起去調配 調配在一起這樣 對對對 怎麼會想要用苦茶油跟剝皮辣椒呢 因為苦茶油本身是很好的一種 健康食用油 對 那如果能把這個油 加入到這個 其他的食品裡面 是一個很好的這種 結合 嗯 那我們也嘗試很久很久 把那個味道慢慢調 嗯 才把這個味道調出一個特殊 大家能接受的味道 好 好 好 哇 剛剛那個油肚還靜靜的有沒有 你看現在 哇 好像那個辣椒在裡面跳舞一樣喔 這個是要剝皮辣椒的話 還要先炸它 炸它 對... 那就是小舊的 這是誰發明的呢 怎麼知道是用炸的呢 這個是水豬發明的 山豬發明的嗎 對... 山豬這裡發明的喔 它以前有沒有吃過別的方法說 有啊 用煮的耶 用煮的喔 煮的也煮不起來 煮的也煮不起來 對 因為有聽到它 要用一直炸 所以時間的那個 那個溫度不夠 炸也是煮不起來 慢慢也就在溫度夠 像200多部才炸的 200多部這個辣椒的皮 就會被炸出來 對 它會分開嘛 會分開喔 對 你看它是一定要分開了 你看 這個辣椒被炸到 都爆開來了 真的 很燙耶 這邊涼了嗎 涼了最多了 還是很燙喔 對 可是那個比較好剝 真的喔 對 試試看好不好 剝皮是誰領班 葉大哥 幫我介紹一下 梅子 梅子喔 梅子你是剝皮大師的 沒有 只是比較久而已 我做很久 我做很久 你做幾年了 10年了 你剝皮剝10年了 對 那是剝皮高手 那剝皮高手 我來試試看喔 那這兩位呢 我們三年了 你三年 你幾年 我來一年多 一年多 你們聽起口音是哪裡的 越南的 越南喔 越南 越南來台灣剝皮辣椒 越南有沒有辣椒 有啊 有嗎 也是這樣子綠色的嗎 有綠色的 有紅色的 你們比較常吃什麼樣的顏色 紅色的 紅色的 因為那個越南那個 春捲那個裡面 有時候都有紅色的 辣椒 因為它炸過以後 它的皮跟它的肉 等於是分開來 分開來 所以這個就是剝皮辣椒的方法 好滑喔 呦 會跳 欸欸欸欸 感覺好 好會跳這個辣椒 可是 為什麼不辣椒就好 為什麼一定要剝皮呢 外面那一層皮 如果沒有去掉 吃起來感覺 有點像吃到那個 嚼蛋那種感覺 喔 就是說腳不太乾淨 對對對 就像吃塑膠袋這樣 對對對 欸這個辣椒 越南話怎麼講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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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我說蛤 蛤 原辣椒是蛤 蛤 蛤 那如果很辣怎麼講 改娃 改娃 跟蛤沒關係 不是 不是改 蛤 是改娃 改娃 改娃是很辣的 蛤改 蛤改 蛤改就是很辣 蛤改 這是辣椒 那很辣的女生怎麼講 蛤改 女生 女生怎麼講 蛤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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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辣 手會辣嗎 手會很辣 因為你這個剝皮 你完全沒辦法戴手套 一定要就是手手接吐 要手觸感 對 直接手去接吐才可以 為什麼男孩子不能剝呢 葉大哥 這個說起來可以有點尷尬了 因為 剝了那麼多辣椒之後 手會很辣 這個辣手 上起廁所來 恐怕男生有些地方 會辣的受不了 辣椒含有辣椒素 胃性心熱 中國人認為它可以開胃除濕 幫助食物吸收 不過如果吃太多 有可能分泌過多消化液 引起胃部方面的毛病 聰明的台灣人就想到了 用苦茶油這種健胃聖品 和辣椒混合 創造出苦茶油剝皮辣椒 好香喔 這個香不是那種我怕辣椒的那種香 是會流口水的那種香 這個就是苦茶油跟豆豉上去泡出來的 我看到豆豉在上面很多喔 那那個苦茶油加上豆豉 還有什麼獨家的配方嗎 天然的這個乾味料 天然的乾味料 還有鹽巴 鹽巴天然的乾味料 還有苦茶油 多食 好像這樣調配好 入味 入味 雖然還沒有裝罐 你還沒有殺菌 可是像我怎麼吃辣的人 都有點想要 嘗嘗看多 這醬汁可以吃 真的嗎 會很辣嗎 會 會啊 很燙就是 會很辣喔 好燙 我試囉 味道很棒 很香 入味的 來了來了 剛進去的時候不怎麼辣 現在開始麻麻的 可是不是那種辣椒的辣 是一種爽爽的麻麻的感覺 有一點麻 好吃 有豆豉的味道 苦茶油倒是 不像它的名字一樣 它是苦茶 感覺會苦苦 而且沒有 苦茶是那個紙 還沒加工之前是苦 噢 炸完油那個也不會苦 感覺這個配西飯不錯 不錯 這還能配什麼嗎 麵線 麵線 快樂的試吃時間到了 等了蠻久耶 好像還蠻好吃的樣子 先吃這種攪拌苦茶油的意思 那還沒有配上那個剝皮辣椒 還沒 這還熱耶 熱騰騰香香 但是還是熱的喔 那我先吃這個 加苦茶油的 一起吃吧 好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這苦茶油的味道是比較 比較不膩的感覺喔 不膩 不膩 香香的 還蠻好吃的 對 人家都會拿來吃 見味道 這個是對味也不錯 對 它裡面有一個造作 喔 它要配那個薄皮辣椒 OK 會不會很辣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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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汁喔 吃下去很 很麻 喔 它其實有點辣喔 先是有點酸辣酸辣的感覺 然後 咬下去以後就會散開來那個味道 有點麻 對 是喉嚨後面這邊特別麻 可能要多吃一點韻性 喔 開始辣了 多吃一點 好吧 開胃的辣椒 配上健胃的苦茶油 變身成又香又辣又可口 又健康的剝皮辣椒 於是原本可能只有老一輩的人 才懂得吃的苦茶油和大家都吃 但是吃的沒什麼心意的辣椒 合力創造出飲食生意新局面 創意和行銷會讓傳統農業 展現全新的面貌 台灣稱為龜山的地方很多 宜蘭縣舒澳鎮南方 位於南澳西沖積三角洲上 也有一座龜山 民國五十年代新建的 昭陽海岸吊橋 將這座山峰與外界連結 全長約五百公尺 橫跨南澳西 橋面距河床高度約五公尺 是一條可供小型車輛和人員通行的 鋼索橋樑 龜山標高一百八十二公尺 視野遼闊 兼具山色與海景 山上的大頭茶淳林 以及原始林象都頗有可觀 當地居民認為 龜山猶如由大海悠游上岸的神龜 和頭城龜山島游向外海 意義大不相同 今天還這個齁 水都很急耶 這個天氣喔 早上真的是就是 沒雨季嘛 早上就是太陽很大很熱 到下午又飄小雨 有時候又震雨 震雨 好那我們今天來這條溪流 叫什麼名字嗎 南澳北溪 它的源頭是在太平山的南側 然後一直流下來 接著就到太平山 那今天這樣算是 這個溪流算清澈嗎 算不錯啦 算不錯了 所以普通它是比較混濁一點 對是會很混濁 因為我們剛下來的時候 有一個路道嘛 上面還寫一個 市區溫泉 這個地名叫市區 所以大家叫市區溫泉 但是因為外面的人爬 來這邊爬溫泉 然後經過那個 壁後 窟樓 所以也有人叫做 壁後溫泉 好像也沒有在這種天氣裡 泡過溫泉 對 在這邊下雨感受不一樣的 這種爬溫泉 請去也不錯 那想像弄完這個 剝皮辣椒啊 可以來泡一下溫泉 天氣比較涼爽 這樣泡起來應該也感覺 感覺比較好 好 怎麼樣 怎麼樣水會怎麼樣 水蠻大的 水蠻大的 OK啦有點泡 大概這個三十 應該三十七八度 三十七八度吧 好 要下去了嗎 好 一二三 沒有泡這個感覺還是真的 我沒有經歷過 像這樣外面都是 就是這樣 有沒有就是雲霧啊 然後下雨啊 其實 其實這邊也不是很大 就一直持續的下 其實天氣好 大家都跑去外面泡一泡 外面也泡 外面還有啊 對 只是它河水很大 那泡一泡再跑進來 有點像三公里的感覺 喔 所以外面是可以泡冷 冷的 然後它底下泡出來是熱的 所以溪流中間或旁邊 都還有一些溫度 溫度很多 就好像整個袋狀這樣子 就泉水比較不會滑滑的耶 今天其實除了我跟葉大哥以外 還有其他還有另外兩池 它這個池子的溫度跟它大小 它的那個分別是它的那個溫度 溫度不一樣的 像這一池算是比較熱一點 比較熱 那我們右邊這一池好像是比較溫一點 然後左邊 在下面那邊還有一池 接近一點 那一池好像是最零爽的 這一池最零爽的 這一池最零爽的 這一池也滿 涼快的 涼快 還滿涼快的啊 那這位先生呢 這位大哥你是哪來的 我是台北 台北人喔 你是台北人喔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台北來的 你第一次來這裡 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那你是 專門就是到處打聽 哪裡有溫泉一泡 對啊 我本來是比較喜歡溫山 但是它比較遠 現在前幾天有落石 對對對 那這邊也不錯 這邊滿乾淨的 那你打算玩幾天這一次 還三四天吧 還要再玩三四天喔 你做什麼行業 這麼好 等一下可能要從太平山上去 喔 從太平山上去啊 對 然後再從北河回去 嗯 太平山那邊也有溫泉 那兩三個 原子還有一個泡泡位 對對對 再出去來這邊 什麼 椰坑溫泉吧 嗯 任哲跟泛泛你有去過嗎 有經過 任哲我有去過 泛泛沒有 都都很不錯 任哲 泛泛我們都去過了 所以你可以去試試看啊 我覺得還不錯 今天這個地方我覺得 是那個 葉大哥推薦的嘛 雖然是下著這個 綿綿細乎喔 就算沒雨季 我一開始想說 嗯 這樣子泡溫泉會不會 挺怪的 可是現在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這雖然簡陋的那種 搭搭 搭色啊 可是很乾淨 對那種沒有人來 沒有人管理的 這種溫泉來講 算是 真的挺乾淨的 而且 這樣子外面比較涼爽 裡面就不會太悶熱 對不對 好 再來泡一下 紀錄MIT台灣制以來 只要到溫泉區 就從來沒有放過泡溫泉的機會 有點像那位台北來的老兄 足溫泉而游 無論從歷史人文 地質地理 水質溫度 每個溫泉都有它的特色 也許曾經吃過名食不符的美食 倒是從來沒有泡過讓人不適的溫泉 尤其 在這煙雨萌萌的季節裡 泡著整理的恰到好處的野溪溫泉 感覺 真是既溫暖又幸福 宜蘭縣南澳鄉 湧出溫泉 灌溉辣椒的 都是同一條溪 我們順著這條溪的支流 前去探訪一個歷史悠久的部落 部落的人對這條溪 這塊土地和自己的傳統文化 都極負情感 所以等於說過了這個橋 就你們進入金揚村了 對,你們是金揚部落 金揚部落 對 這邊有寫伊沙漠橋是不是 對 伊沙漠是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因為早年沒有這座橋嘛 以前有一個長老 過這條溪的時候 被水沖走了 沖走之後為了紀念他 蓋了一座橋 所以叫伊沙漠 伊沙漠是他本人的名字 喔 所以就是伊沙漠長老本人 對 所以這座橋是為了紀念他而建造的 對對對 那過這個橋的族人都會想起來 當時就是因為他走過這個地方 然後被沖走 然後從這個方便 所以要造一座橋來經驗 對 所以叫伊沙漠橋 伊沙漠 等於說過了伊沙漠橋 就到了金楊部落 是是是 好 欸 那兩位 這兩位是我們 這兩位是金楊部落的一個洗腦 喔 要好啊 哈喲哈喲 哈喲來到金楊部落 辛苦你們了 你好你好 幸福你們 歡迎你們來金楊部落 你好 這兩位洗腦是 我給你介紹一下 他叫海用 海用 他叫比令 比令 在我們部落來講 尊稱他為伊沙斯 喔 算是長者的意思了 因為金楊是那個 泰雅部落 所以這叫尤達斯 對 尤達斯 海用尤達斯 對 然後比令尤達斯 你們好你們好 欸 尤達斯穿的衣服還蠻特別的 這是外面 這是泰雅是不是 裡面這件 宜蘭縣南澳鄉 各溪流域生態保育 義勇巡邏隊 上面還有那個螃蟹 還有猴子 這個蠻特別的 這個張我第一次看過 這個衣服是兩年前 我們做義勇隊的那時候 相公所叫做 特別的給我們這兩套 就是我們就用這個呼吸 南溪這裡 好讓我們這個 我們原住民就知道 我們呼吸人員的 有這種衣服 他們就看著 他們就不敢去抓這個魚 喔 那現在那個義勇巡邏隊 大概有多少人 因為目前的話 我們十個 十個人 都是 在山班的時候十個 喔 都是金揚部落這邊的人 都是金揚部落的 喔 金揚部落這邊就有十個 那金揚部落大概有多少族人在這邊 一百二十多戶 五六百人 有有有 整個金揚部落五六百人 好多喔 但是這個部落一開始就在這邊了嗎 沒有 沒有 在民國五十二年以前都是在老金揚 民國五十二年 以前 都是在那個南湖大山地下 可以說說 台秉山呢 最下方的地方 五十二年 有些是五十年下來 有些是五十二 有的五十三 可是全部都被簽下來 喔 但是這個下來都是有分批的 欸 那 你是也是從那個 舊部落那邊遷移下來的嗎 對對對 所以尤達是要放前面還放後面 前面 要放前面 尤達是前面 因為 尤達是一個尊稱嘛 尤達是一個尊稱嘛 尊稱底下是他的名字嘛 喔 所以說尤達比林 喔是要放前面就對了 尤達比林 對 所以也是從舊部落那邊過來的 對 那現在也是 這邊也是義勇巡邏隊的 那這個戶這個溪啊 有沒有特定哪一個溪流 因為這一個南溪有一個溪流嘛 嗯 到往上去 它有各地方都有溪流 喔 它不是這溪流 如果說 右邊有一個溪流 左邊也有溪流 它所有的溪流 就是在我們的保護之下 嗯 可以跟著你們去看一看嗎 群世的整個南溪這樣 可以啊 我們就歡迎你們去參觀 好 那我們就跟著這個 義勇巡邏隊 去看看這個南溪 南溪南溪 以盛產毛蟹 和原生魚類出名 為了保護魚類資源 兩年多前 成立了義勇巡邏隊 封吸護魚 除了護魚 鄉人還有更長遠的計畫 南澳南溪 是南澳溪的兩大支流之一 流經南澳鄉 京陽村 五塔村 至南澳村 會和南澳北溪 注入太平洋 沿岸青山翠谷 景色秀麗 每年四五月間盛產青毛蟹 此外西哥 苦花 香魚 西蝦等為數勝多 樹溪蜿蜿蜒而上 沿途可造訪五塔 京陽兩大部落 是原住民泰雅族聚居之處 哇 好清楚喔這邊 這邊就可以看到那個 南澳南溪 對 哇 可以看到底耶 在這邊就可以看到底 這裡會是你們一個 巡邏的一個點嗎 這是我們一個中間巡邪站 哦 因為我們 我們巡邏地鐵還要上去 還要上去 可是這邊視野很好耶 像你 是不是要用這個望遠鏡 在這邊巡邏呢 就看看 平常那個雨 在湖正上面 我們就用望遠鏡去看 還有看那個 有角度的地方 我們是用望遠鏡 看不到 所以用望遠鏡 可以看到人家 在扣在那邊 扣掉 扣魚 就是在那邊 就可以看 哦 很清楚 他如果在那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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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到了 因為現在我們攻守 就騙我們燒子 哦 我們有這個 燒子子 它不聽 我們確認 其實不聽 那我們直接勸他 勸他 你看看他捕了多少魚 如果多了 那就要追究 要猶化助理 如果說兩條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勸他 勸他 不要再釣 不要再釣了 然後說我們再上去 下來又再釣了 那就我們也不客氣了 那就請警察來處理 哦 就是還要請警察來處理 就是 我們這南澳鄉里 比如說已經 呼吸兩年了 嗯 大概都知道說 青陽的南西 不能釣魚 就是怕外面來的 所以有些是不了解 哦 所以望遠鏡和這個 吹哨子是必備的 嗯 那這個是什麼 照相機 照相機 如果說 有人去電影 這個 一種電影是最 最惡劣的嘛 所以是 要有這照相機照 它補的多少 所有的電具啊 有照相機照起來 證據 證據 那這個地方正好是個制高點 然後你說這邊是一個巡邏中途站 中途站 我們可以過去 可以打個刀嗎 你好 你好 歡迎 還有生活 對 李大哥是不是 是 李輝光 李大哥 這邊還不錯啊 這樣現在冷起來 還可以燃一點火 這樣不要取暖 對 李大哥這個是你的班是不是 是 你是幾點到幾點 兩點到十點 晚上十點 兩點到晚上十點 是 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的班啊 所以一整天就是八個小時班就是了 八個小時結束就 就讓這邊自然了 沒有 24個小時 就沒有 都在這班裡面 24個小時 對 你們這邊有賣東西嗎 便利商店 沒有 你們是全天不打羊啊 因為我們這個時候 為了這個怕人家來 偷電魚啦 釣魚啊 所以說我們的工所已經要求 我們就一定要24個小時 要顧這個南西的溪流 等24小時一天的話就 三班啊 三班 三班 三班制 對 因為假如說空檔時間 他要知道嘛 知道沒有人巡邏了 結果他就下去捕魚了 因為我們這邊遺產的很豐富啊 嗯 包括我們的南澳毛蟹啊 還有苦瓜啊 這都是我們 我們那個全國有名的毛蟹啊 都盛產在我們這南澳南西嘛 所以說 我們並不是要求啦 也是社區的配合啦 資源都是大家的 我們進行社區居民 跟包括南澳毛蟹 所有的鄉民的點資源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下點工夫去 去維護它 聽得出來 這條溪其實就是你們的金庫 要保護就是這個金庫 因為我們準備揮畫為生態旅遊區嘛 以後就是說 我們以南澳南西為主要的景點 甚至於我們周圍的景觀 包括我們壁旦溪的那個攀岩 還有神明湖的探索 還有巨物它古道的探索 都在我們的生態旅遊規劃裡面 南澳這個地方 算是一個處理地 從來都沒有人工去開發 所以說我們盡量保持岩石的 岩石的形態 沒有必要是用水泥啦 或者說 去鑽人工去破壞它啦 保持岩茂 所以說我們就加強請我們那個 社經觀協會 加強做巡邏 那這樣說的話 應該是選做金陽附落 作為整個 整個據點 據點的基站 對 我們就是以金陽附落 為一個點 然後以後呢 我們就連成一個線 然後再成一個面 然後會推廠到總被拿花箱 希望說我們附落的居民 這個工作可以做 這是我們主要的目的啊 所以這一站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它就有如我們24小時不打烊的 全一個便利商店一樣 在這裡呢 保護的就是這一條 難好難行 正好這有一片就怎麼樣 好像沙灘一樣喔 對對對 我們早期香公所 在這邊舉辦 沙灘排球比賽 沙灘排球比賽 對啊 所以我們在這邊辦啊 大二間啊 打一打然後在這邊游泳啊 哇 很有趣喔 然後上來再打 蠻好玩的 那時候很多人來參加 其實這邊有一片這個沙灘 真的蠻特別的喔 那這個溪流真的很清澈見底喔 它這個水流這樣 就流過來看得很清楚 但是也不會很急 所以正好會下去這樣玩的感覺 那夏天呢 是更適合的 是啊 所以說這是我們南澳南溪 最有特色的地方 對 以後讓遊客來這邊玩呢 一定很開心 差不多所有介紹南澳南溪的資訊 都會建議 來到這裡 最好能露營過夜 白天啄足細水 看草木魷魚 夜間則繁星點點 聽蟲鳴鳥 盡情享受原始溪流之美 而經過風溪規劃之後的南澳湘 相信還有更精采的歷史人文風情 南澳湘境內有一個沙韻紀念公園 紀念的是太亞少女沙韻為了救師長而犧牲性命的故事 1938年 南澳流星住在所警員兼教師田北正濟 授命出征 少女沙韻幫老師背行禮 過南澳西時不慎落水溺斃 後來台灣總督長谷川青 特別搬正沙韻之中紀念此事 當時日本人為鼓舞士氣 表彰犧牲精神 將故事編成歌曲 還拍成電影 轟動一時 這裡就是京陽部落的京陽國小 那這裡面的小朋友呢 跟這個都市裡的小朋友是一樣 調皮搗蛋 非常的活潑 另外呢 這裡的小學生 他們還必須學一樣 大都市的小朋友 可能聽都沒有聽過的一種 生活勞作 小朋友好 修理 校長好 你好 校長貴姓 我姓吳姓 裴天吳 吳校長是吧 這裡就是京陽國小 對 這邊就是京陽國小的四五六年級 男同學 全部都在這邊 都在這邊 好多喔 這個 好像 這樣算是多還是算是少 宜蘭縣來講 我們是算少的 算是迷你的學校 算是迷你的學校 有老師剛剛特別講到說是 有關太陽教太陽文化的東西 對 這個是我們太陽生活裡面 有關於藤編的編織的方法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藤編的 小朋友這是什麼 藤星 藤星的拿來做什麼 編織 編織什麼 帽子 帽子還有什麼 北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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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屋 鳥屋 可以做成鳥屋 可以做鳥屋嗎 像他那種就是可以做成鳥屋 其實可以做鳥屋 其實可以做童帽的 這是半成品 這個帽子是你做的嗎 他說我做得不錯 叫什麼名字 張文浩 張什麼 文浩 張文浩 對 張文浩功課好不好 不好 好誠實 張文浩功課不好 可是他做得還不錯 做得滿漂亮的 這是做給自己戴的嗎 來比較一下 我讓我看一下他的帽子 所以這裡也是在做帽子 是不是 對 你看這兩個做比較有沒有 沒看到他的細膩度 是完全不一樣 這細膩度就可以展現說 每一個學生他們的技術的成熟度 像這個非常的密集 就表示說他的技術滿高的 他從三年級開始 就接觸編織的一個 三年級開始 三年級就開始 你是四年級的是不是 六年級即將要離開他們學校了 你六年級喔 對 那你應該多吃一點 你太專心做這個了 老師透露一下 他是我們所有歷任的老師 我們的齊老長老 公認說這位學生最具有泰雅的天分 做這個編織的天分 說到這個齊老 那邊有一位 老爺在那邊坐 對 阿公在那邊坐 他算是 他做的手法也很快 那我們這位長老 也算是我的阿公啦 阿公擠的 那他是從小 因為是生長在山上裡面 然後從小就接觸這個編織的工作 他會不會只講泰雅話 還是講國語天道話 你會講一點國語 阿公今年幾歲啦 現在八十歲 八十 八十歲了 那那時候部落裡的男生都會 男生是 做藤鞭 男生是 主要是 做藤鞭 對 那藤鞭就是剛剛 小朋友會做那些帽子啊 竹籃啊這些都會 都會 都會啦 阿公是誰教你的 我沒有學過啊 可是我看出來 看得知道 你看老一輩的做更老 他是看人家做 我們打藥是以前是沒有 沒有學校 沒有讀書 沒有學士 嗯 書發門是沒有啦 喔 所以我剛才知道了 因為過去男孩子是他們沒有腳 是看祖先他們的那個前人 然後做的時候眼睛一直看著 然後這個就學 那為什麼男孩子都一定要學這個呢 嗯 男孩子一定要學這個 喔 沒有 沒有 不會做的那個 一般那個東邊的話 不能夠結婚喔 喔 你還是 編織 喔 也要學別的就是了 對 所以男孩子不學會這個 在泰亞這邊布的 是不能結婚的 對 絕對沒有這個技術 不像男人 對 結婚嘛 除了要會打獵 要可以照顧家 還要學會 疼邊就是 對 喔 那這些小朋友學的怎麼樣 小朋友 就是幾個技術比較好一點 對 那有幾個不能結婚的嗎 啊 也可以這麼說了 有幾個不能結婚啊 哪幾個不能結婚啊 有的小朋友的興趣 不是濃厚 有的小朋友就比較好 所以 學的話 如果認真學的話 就更好 每個小朋友的那個 學習力 姿質也不一樣 對對對 林翔齁 林翔對不對 對 做這樣可以結婚了嗎 不知道 還不知道喔 想一下 這個都沒有女生喔 這邊 女生在哪裡啊 在後面 在後面嗎 對 那我現在去看 女生精神比較好 還是男生好不好 好 可能是女生精神比較好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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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位雅劑你好 雅劑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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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劑在哪裡 雅劑 雅劑是什麼意思 你們都是阿嬤 大家都是阿嬤 對 女生有沒有比較厲害 我看比較厲害 這個真的很漂亮 男生有沒有輸給你們 有 我覺得男生輸給你們的 舉手 那邊有個男生 那邊有個男生 其實男生也不錯 他們做藤編 女生這邊是做 編織 雅劑你現在編的這個是 是一個布 它顏色很多 雅劑這個機器 這個要去哪裡買 有人在做 那雅劑這是哪來的 這個是以前的 所以是以前留下來的 以前的話比較重 可是這是用完以後就可以一直傳下去 可是小朋友的工具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小朋友的工具它是 就是因為方便的時候現在 因為我們小朋友這個東西 做的可能就比較順 所以它這邊一條一條是這樣打出來的 對啊 這個要翻開來嗎 要 這樣子 然後再過去 哇那每一次才做一條線 你看我做一次給你看 做一次這樣過來 好 然後這樣 拉平 好了 然後 拿出來 壓這邊 壓這邊 這邊放進來 對 這樣子 對 這樣子 對 這樣子才做了一條線的寬度而已 你選的蠻快的蠻厚 真的嗎 錯了 可以做太陽座的女人了嗎 這旁邊為什麼沒拉緊啊 你自己沒有拉緊的啊 你沒有教我拉緊啊 我是教你沒有拉那麼緊啊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怎麼辦 我待會兒自己拆那個 直接拆 所以這邊你看中間這邊它做的很漂亮 可是旁邊這邊都鬆掉了 因為沒有拉緊 所以做了半天大概只做這一條 你學多久 一天 我學一天 一天還不到 怎麼那麼熟 其實這個 泰雅族這邊 尤其這個國小裡面 男生學的是藤邊 女生學的是織布 但是我第一次學的是織布 為什麼咧 因為你是女生 因為我是男生 可是我發現 他一樣的是 男生跟女生學的東西都很需要耐心 不管是藤邊或是 織布 都是要 一點一滴 慢慢累積 而且都不能出錯 因為剛剛看到男生那邊 只要一粗心的 或是比較調皮的 不專心的小朋友 他的那個帽子的話 他的這個 竹籠 就會做得比較餐吃不齊 那像這邊的織布也像 如果你一閃繩 就會做得寬度不一樣 或者這個線頭就不對了 就要重新掉重拆 重新掉拆開來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出來 我覺得 泰雅人 他們非常有耐心 是不是 對 不管男生女生 都很有耐心 對 那 要不要拆開來 要 人家我拆 你現在拆給我 好 你拆 我剛剛做壞的把它拆開來 那老師上面那些圖案 你說這些 我們曾經探訪幾個泰雅部落 也曾經從種麻開始記錄泰雅編織的完整過程 不過無論在哪裡 從事這些傳統手藝的 都是上了年紀的族人 在這裡 看到學校把傳統文化納入課程 還真是第一次 過去泰雅女子不會織布 男子不會打獵藤鞭 就不能成家 如果從京陽國小開始 不會傳統手藝就不能畢業 說不定我們就能看到更多 更美的泰雅手工藝品出現 這樣的小學 教育部不知道會不會同意 但是泰雅族的祖先 應該會舉手贊成吧 為了發展地方旅遊事業 京陽村的泰雅族人 推出泰雅傳統家常菜 這些菜色之中 有幾種以小米醃製的食品 小米醃生的山豬肉 小米醃生魚 小米醃生豬皮 泰雅人稱為打滿面 是招待會客和祭祀祖先時 才會享用的傳統大菜 由於飲食文化不同 這樣的菜色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見仁見智 但是赤蔥土雞湯 炸西魚 草野菜 以及麻吉等等 倒是平易近人 十分受歡迎 現在我們要進行的是迎賓舞 剛剛學的 我啊 好 可以開始囉 我的家鄉在那路啊 我的家鄉在那路啊 從前時候是一家人 現在還是一家人 好可愛 悲食 黑醉 При砍 E 江湯 欢迎来金阳部落 试试看他们任何的赢兵 我会是wishwish舞 你都很快乐 wishwish wishwish舞 模拟泰雅族传统口黄琴的动作 夸张逗趣 但是很累人 不过跳一跳就会发现 越是筋疲力尽 就越能畅快欢乐 越能感受脚下土地的脉动 一百多年前 有人在这里建立了极为短暂 不属于任何政权的小小城池 如今 这些原住民在这里 重新建立自己和环境的互动规范 在既有的教育体制下 延续族群的传统文化 这是他们心情付出的美好成果 就像wishwish一样 很累 但是很常快 是为了 看新的每个人的生命 也不过是低伤心的 在这些人上 也不过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